明星 明星 这不是郑博恤吗 郑哥再见 以后再来啊 去去去去去 那我跟你讲 你女人这超级拽 梦中无人 她就是一个 那什么玩意儿 虐待孔 郑博恤 郑博恤多少 一万少女的梦中情人 如果你跟她谈谈 那可就要太好了 你暗恋我 你有病吧 你没全世界人的媳妇人 我才不喜欢她 徐哥 我觉得吧 最后这场戏 应该改一下 我觉得不是怎么样 您急着吧 这肯定是文文 处心积虑安排的 就想绑着郑博恤凑乐的 这个 下面呢 我们等待她对粉纹剂 进行回应 接下来三个月的计划 是围绕筹备新专辑展开的 贴吧还有天涯上的一些主题贴 我们可以用一些黑白选军 把这个话题 造出来争议造出来 就得上去 艺人推广宣传嘛 不挂黑 黑我吧 让郑博恤最大限度地为公司创售 郑博恤就是一名资金炒作出来的 卡拉OK级别的歌手 唱歌不行就赶紧赶床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博恤新专辑点击下载量很不理想 看看是不是可以买点点击量 不管是工作生活上 我都不喜欢凑合 因为我连我自己这关都过不了 我们帮你安排的绝对位于是最好的 即使你们再不支持我 或者有多少人瞧不起我 都无法阻止我前进的道路 我早就说过 这个郑博恤一定会惹出很多麻烦来 而且我觉得他还会吐出更多 郑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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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打扰一下 我们是娱乐中监制 郑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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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让这些艺人明白 没有星空娱乐他们什么都不是 他一直把歌唱当成是自己的梦想 他真的很努力付出了很多 如果他把音乐这种业余爱好 当成他自己的终身事业 那我绝对是不与你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对你这主席不感兴趣 你真以为你生下来就是一个歌神啊 没有老爸的知识 你什么都不是 这个艺人对公司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决定暂时选招他 其实我真的只是希望他能够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够了 可他只有跟音乐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是最幸福的 如果真的是你自己想放弃 不要把责任推在老天使上 自己的锅要自己背 你在这个圈子里面玻璃心囊 都被水承扎 你才入行几年张口闭口就赶来 像这种人能利用的成绩 他们才懂得尊重 那或许是你把自己逼得太苦了吧 不是我自己把自己逼得苦 是这一行太难了 我也不想这样 幸福娱乐一直想挂掘新人 所以今天这次机会 一定好好保护 我要做音乐圈的恒星 发出自己独有的光芒 我没有让你去当于此人的经纪人 所以这是在威胁 如果不帮你们要走 我之所以走到今天 是因为我一直在做 自己坚持对的事情 只要他不放弃 我是不会放弃 我一直都想做夜空中 最闪亮的那颗心 让更多不认识我 听到我心里 在我店里播的每一首歌 他们唱得好 不是因为他们的嗓子 用心唱 才可以唱出灵魂 我们不该被这个世界去定义 我们应该去定义这个世界 孩子可以留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进我们的家门 你太无情了 惨渣 你不清 你不清 是不是够了 你太不清了 张国序 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啊 你家里居然还藏了女人 你要需要 点击 订阅 不能 bo 我 王 正 他 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